Lio聊世紀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我們來看波蘭人隊上寶佳麗蘭 上比賽是天梯達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波蘭這個文明 波蘭這個文明是模仿插下去之後 在這個模仿旁邊撒田 就可以立即收成8%的肉量 在前期的話 效果其實沒那麼明顯 當然到了大後期 肉量一直採收 一直採收 一直爽 肉量的回饋就會非常快速 波蘭的話有個比較特別的開局方式 就是一開始這樣子15個人口 待會去伐木的人村之後 大概在15的時候 我開13、14村的時候 應該是12村就要去蓋 12村就要去蓋模仿 這一個流程配置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看一下波蘭 前面配置是什麼開的 讓想學波蘭的玩家們 有個可以思考的開局方式 好 丹尼爾這邊也是選擇了 把一隻村民放在這個洞洞裡面 把一個男村民放在這個洞 對 好 那下一個伐木場 那這個洞洞就大家認憑想像了 好 那這個開局就是比較特別 七個人吃果 兩個人伐木 七個人拉豬 好 這個要再大象 好 拿一個大象 那打大象的時候特別注意 大象攻擊是比較痛的 很容易就被頂死了 絕地升天的那種 OK 直接設施 好 那這時候再補一棟房子 咳咳 哇 他這個開局方式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我之前看到的一個比較特殊的開局方式是補下伐木場的 然後在這個時間點 大概十二村主的時候去補模仿 他差不多在十二村主的時候去蓋房子 那如果你想要學這個方法的話 就是伐木場 兩個人一樣先去伐木 然後直接蓋模仿 好 早期吃果 那我覺得這個打法喔 我覺得丹尼爾這個是比較好一點喔 因為我覺得那個配置其實蠻特殊的 想要玩這個破案人的特殊能力 玩到零零精緻的話 可以早點去查木房 其實也不會太虧 好 那這邊告完房子之後 再來一村去補山木 然後三個人挖木頭 木頭過來 這邊再來一隻大象 好 那這邊丹尼爾是這邊早期看到路 直接開挖 那我發現喔 那個可能是波蘭喔 先下大模仿的原因喔 是因為自己找不到斑馬 跟大象的時候 才有可能會這樣子打 因為通常如果你早期 又發現路的情況下 其實不太需要 去這麼早就吃果子 哇靠你怎麼在挖石頭啊 哇靠哇靠 那你難道是要來打一個波蘭 卡公公嗎 哇有料 那波蘭呢 挖石頭本身也是不太傷經濟 通常挖石頭經濟都會很慘 因為你的石頭不能轉換成其他資源 像肉跟木頭 通常你可以靠買賣喔 賣掉石頭會黃金 然後再換去肉跟木頭 那這樣一買一賣喔 你的經濟就會越來越差 所以通常不會有人這樣做 雖然石頭很早期的時候可以賣很多錢 但其實沒有必要 而且你要買賣石頭 還要需要到空間時代喔 所以這個想要靠賣石頭 發家致富這個想法 就別妄想 那挖石頭的話 這麼早就在花 黑暗時代 那這邊應該打個18P 然後待會再拿個四村 四村至五村 到外面開稿 沒有可能 不然就是這裡單純只是挖石頭 然後插箭塔防守 他可能覺得自己家有點難守 所以不想要 直接 直接用這個圍牆的方式來守 而是用箭塔的方式 那之前我們有講到 其實破爛也可以這樣守 用自己的箭塔方式 去挖石頭插箭塔 然後守住大莊園 的一個做法 好 目前保加利亞人也差不多要上到封建時代 兩邊都差不多實踐 哇 哇 同步點封建嗎 都是18P點的 但流程真是越來越早 這裡補一個軍營 但是保加利亞已經看到了 有挖石頭 是不是想搞 但保加利亞人心情就是 OK 對方來開稿 但沒想到 你要搞我是吧 我先搞你 一個你想搞我就搞你 怎麼聽起來有點 左右為難 南上加難 滿身大汗 太難了太難 OK 保加利亞這邊直接應該是要來插一個箭塔 他可能以為 波蘭這邊是要挖石頭 塔攻他 好 殊不知他可能是想要放一根箭塔來防守 這邊看到赤頭 可能覺得裝甲步兵快來了 因為我們這邊是上帝視角 所以並不知道 對手哪時候來 但這邊是按著一隻槍兵 稍微看到 欸 你怎麼在插箭塔 大哥 不然人表示 WTF 但現在如果你要插箭塔的話 應該來不及 所以這個石頭可能要棄掉 不然就是要拉更多村民 直接去拆這根箭塔 這樣投資層門可能會有點高 但是如果拉村民去打的話 很容易被裝甲步兵打死 所以現在拉太多村民去打 可能會被換到幾串 不太划算 好 這邊直接被下一個採礦地 我覺得破爛這邊可以嘗試 花恩根箭塔在這裡 大概放這個位置 好 還可以拉村民 直接嘗試去硬拆 好 寶德利亞這邊拉了四個人挖石頭 突然這邊直接停死 下了一個四箭場 好 大莊園開始撒天 可能丹尼爾這邊是想著 覺得說 對手在左邊插一根箭塔 投資在這裡 他可能想要全力往左邊打 右邊這邊就可以稍微不用防守 箭塔也不用下了 果然這邊是下了一根箭塔 那為什麼這裡要下個箭塔 當然就是不要讓他挖石頭而已 這是一個比較直覺的一個做法 因為這場我也是沒看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們前進到底在幹嘛 但沒想到寶加利亞是打一個塔攻 好 這根箭塔插的其實還算不錯 這裡搞的是破爛的死角 這個是沒有視野的 然後就勢必破爛待會 是需要拉村民走掉的 所以不能再繼續伐木 當然這裡還可以伐 好這根本進來快要好 破爛這邊撒平均撒 OK 箭塔起來 看到箭塔只能先撤 但還好破爛在封建時代的時候會回血 那黑暗時代 還是沒有回血 還是有 有點忘記了 我記得他那天實在的回血是被拔掉了 好 這根箭塔 應該是解不掉 有木牆 雖然不是連環塔 但這四隻村民直接走掉 然後破爛丹尼爾應該是都看在眼裡 這邊工兵只按了一隻 現在他補一根箭塔 在金礦處跟木區 稍微守一下 這裡待會再挖金礦 要來出這個小宮 那本身我打破爛也是蠻喜歡打這個工兵開局的 但這個木頭消耗量會非常的大 因為本身破爛的灑農田 他跟大中民 如果木頭消耗量反而就會多一點 好 這邊直接補了一個馬俊 看來是全都要系列 好 不管是騎士 公兵 都要 這裡要補一個情況底 好 這邊槍邊稍微走一下 看來這邊村民還在那邊繞來繞去 看來偷光金礦被發現喔 這三隻村民怎麼了 不然被刺到懷疑人生 在幹嘛在幹嘛 這頭過來 這隻被箭塔射死 這跟箭塔直接把最小的逼走 但但但這邊這邊村民在幹嘛 欸 沒在動沒在動 他可能覺得這邊村民沒有被弄到 哇 丹尼爾這邊有點虧啊 好 礦到了 礦到了 開在礦了 好 這邊被射到 有點殘血喔 但還好 偷然村民是會慢慢回血 好 三隻獅子直接出發 好 我們一樣用這個全視野好了 不然大家看了會其實蠻有壓力的 這就是看影片的 享受啊 地圖全開 看兩邊的交戰 好 寶加利亞這邊挖金挖的有點多 7個人挖金18片田 至於快18片 直接點平走 哇 那就代表寶加利亞要來打一個大碗的 打最兇那種 那寶加利亞人的 兵工廠的科技喔 已經是半獎了 所以他打這個強軍師也沒有太大問題 我們之前一直有講 這個寶加利亞人 本身打強軍師會好一點 千萬不要跟對方拼龍 很容易拼輸啊 所以要給對手極大壓力喔 跟對手跟你一樣 出兵防守 但是如果對方也出兵的話 自己的 工坊的投資成本 成本的話會比寶加利亞更多一點點 結果寶加利亞如果跟對方打起來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越打越有優勢 畢竟工坊升級很便宜 那波蘭這邊灑了三個大莊園 大莊園數量輕輕灑起來 這邊有仔細算過 這個大莊園是可以在這邊再灑三片田 OK 我最喜歡這種九宮格的田 美田 最喜歡玩波蘭的原因就是 蓋這個農田的時候很療癒喔 直接九宮格灑好灑滿 看起來就很舒服 這邊直接刺猴開抓對方寶加利亞的村民 打寶加利亞家裡有很多刺猴直接在防守 那波蘭人這邊只殺到了一村 但是寶加利亞現在有品種的優勢 波蘭的刺猴應該只能敗退了 這邊雖然有升一攻 但這邊升一攻其實還是打不太贏 血量大於一攻 當然是血量是需要挖黃金的 但波蘭這邊是還沒有升的 好 這邊直接被抓掉了一村 哇 這個很慘 兩邊都是一換一喔 完全沒機會 這邊再挖個石頭 待會這邊再插根劍塔 然後這邊稍微圍死 哇 這裡又是愛孫 這是愛孫 這個又沒空齁 這沒有辦法 現在兩邊都在打架 而且我兩邊都是在互相中單位 看起來就會很忙 OK 波蘭這邊直接前線拉了七隻村民 看來是要打一個救濟連橫塔 但是這邊已經被對手寶加利亞看在眼裡了 槍兵這邊直接一個大內戰 優先拉了槍兵去插這個刺猴 直接插死了兩隻應該沒問題 哇 兩隻馬直接倒地 但是對方掃揚音數量還有四隻喔 還在安全槍兵 兩邊直接變成封建大戰 好 這邊參選村民直接進去 哇 波蘭加利亞這邊手速也是特別快的 好 突然看到這邊前面的季某被看破了 這絕對沒有要再繼續潛壓了 應該要趕快回家 撤退一下比較好 這個就不要再硬要了吧 這個太硬要啦 你投資太多村民在打經濟會很慘 人家都快上城堡時代了 對不對 這個回家了吧 這個不要打了吧 這個再打下去沒什麼好下場 所以對方均勢又贏 沒有必要跟他去賭這個 因為我覺得其實四義立國的高手 他們都蠻遵照這個孫子兵法的思維 去打這個四義立國 孫子兵打兵法的一個重要地方就是 你沒有優勢的時候盡量不要去跟大家打 當你有優勢的時候才跟對方打 這聽起來很理所當然的道理 但是在四義立國裡面 你有時候是很難去察覺到你到底是有優勢還是劣勢 當然數量上碾壓的話一看就是很明顯 但是有時候兩邊兵力五五開的時候 能夠察覺到自己會打輸或打贏的人 那就是真的很厲害的玩家 但是Viper在前幾天跟MBL打了一個 對方出馬攻跟騎士 然後哥德爾這邊一直瘋狂出步兵下水角的感覺 但是Viper卻不覺得自己會輸 然後就一直出兵 結果真的被逆轉了 我相信當天有看到影片的人 也是覺得很訝異 看起來Viper在下水角卻打贏 這就是Viper厲害的地方 他知道自己有優勢就會繼續打 那我們旁人看起來就在下水角 其實不是 這是他已經計算好的地方 突然這邊點下城堡散 大概落後了快要兩分鐘 那這兩分鐘要怎麼夾住就是個問題 這邊可以考慮再多下一點這個箭塔 或是把石頭再挖得更好一點 右邊直接圍石 左邊這個區域也是圍好圍滿 好 赤猴再次走到了禁區 這個禁區裡面有非常多槍兵 看到了只能撤退 那這邊赤猴一攻一防 對手的赤猴也過來 那也升到城堡賽 要先升青奇兵嗎還是先按騎士呢 好這邊是決定先按騎士 騎士開 標準的 那這邊有按這個場上兵升級 這個就有點太過害怕了 他可能看到 加尼爾這邊太多騎兵 刺猴有點害怕 所以就補了一些長槍兵升級 補了兩隻騎士之後 馬上升下青奇兵 因為他這個數量五隻 其實還是可以升騎士兵的 其實也不會太差 而且會有品種 升級起來其實也不會虧到哪去 還可以打一些找對方的刺 生旅之類的 這些刺猴保留起來還是蠻好用的 但對面打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戰術 長劍兵 那最近 城堡賽打長劍兵的玩家 越來越多了 那可能也是跟 道德跟Biper他們有關吧 因為道德跟Biper 最近就很常打這個戰術 城堡賽就直接上長劍兵了 然後直接COS對手 反正一隻長劍兵造價便宜 有攻擊的話 一隻長劍兵也差不多 五六十肉而已 波蘭這邊也升級了長劍兵 那波蘭的話 雖然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但是他並沒有疾病 所以對付馬谷來說 會特別弱一點 但是他後期 跟中期有這個貴族特權 可以很容易爆出大量騎士 可以稍微把這個劣勢 往回打一點 但是對方騎士出量其實有點多了 保加利亞這邊超級爆強軍事 下來給修道院 後面待會這邊可能要開個TC 不過經濟有點慘 好 那應該蠻明顯的 保加利亞這邊是沒有 再打這個 經濟爆的關係 待會直接壓進去 可能會給波蘭致命一擊 但家裡也是農出了非常多長劍兵 這邊防守應該第一波 是能打的贏的 好 這邊長劍兵防守 把騎士給逼退 家裡的刺頭直接往外跑 好 這邊就是槍兵守家 騎士往外鬧 非常好的一個做法 好 補下了惡攻跟惡寶術 我們之前的影片都有提到 就是你跟對方騎兵開 跟步兵開的時候 要優先升攻擊力 而不是防禦力 那丹尼爾這個細節就做得很好 攻擊力先生 所以非常重要 所以非常重要 好 那現在有惡攻的優勢 丹尼爾可以考慮直接硬打 好 長劍兵過來 而且這邊剩惡攻還有個好處 連長劍兵也可以吃到這個傷害 非常的好用 長劍兵這邊有點 為11萬 有點沒辦法救到村民 村民還是被堪射幾隻 但是對手的騎兵也是被戳掉了一些 那由於對手沒有跑速的關係 所以還是很容易被長劍兵給追上來 這邊要決定應收這些村民 真的很硬要 再戳一下 OK 上面這隻騎士戳死 三隻騎士快被解掉 但是目前破爛有跑速 所以這些騎士被追著打 好 繼續來看一下破爛 換破爛直接入侵到了保加利亞家裡 這兵兵稍微衝撞一下 真是被順利擋了下來 先騎兵繼續操 好 又殺了一隻村民 非常不錯 好 這裡直接重新集結 看到對方勝率直接跑走 反應相當快速 保加利亞這邊順利的開下3TC 果然這個TC開在後方 有個開在左右邊 上面高打低一下 但對方的長王兵有異防的關係 稍微有點坦 好 直接硬砍死對方生侶 賺了100斤 還不錯 這邊長王兵數量有夠多 好 這裡開始可以撵回去 好 後來這邊看到 情勢慢慢穩定了 看一下自己的3TC 好 三個大莊園 就可以支持這麼多的肉類 好 相當不容易 這裡有個細角 破蘭都會通常先生二級農 平常的文明都是先生二級木 但破蘭先生二級農 其實優勢更大 因為獲取的肉量會更多 那這兩片田少 就比這個一級農 都有二三十肉的樣子 那這樣積少成多 其實破蘭很容易就打出這個肉的差距 去擰壓對手 而且農鐵可以持久一點 讓自己經濟更好 木頭的需求量就不會那麼的高了 這邊沒有硬打 OK 好 兩邊稍微變成開農狀況 那有補下一個修道園 看起來要來撿生物 順便補下奇兵的血量 好 這邊清奇兵血量也蠻慘的 好 這邊想要砍農田 但是沒有砍到 這邊解 劍塔的騎士被收掉 稍微加速一下 看他這一波騎士直接又撞人家TC 完全沒有給人家面子的 就是想要衝撞TC 沒有在演的 沒有惡訪就想撞TC 其實有點陰謠 因為TC是武功 有惡訪的話 至少射一下是一滴喔 沒有惡訪的話 射一下是兩滴 還是有點差喔 哇 這邊還是砍到了一些村民 其實並不爛 OK 果然這邊還是 賺到了一些 經濟上的優勢 當然自己家裡也是被騎兵爆啦 到處都有騎士在亂砍 這邊農田大中原的部分 農田也是被弄到生物法治理 非常的慘烈 兩邊都是被鬧到 頭很痛 這隻騎士一直砍 殘血的 要不要回頭 打一下 用村民直接扁他 CD 還要射擊一下 騎士被逼走 補下更多TC OK 騎士終於解決掉 補下了第四個大中原 看來要鐵的心開農了 城堡可以蓋一洞 這邊可以考慮把城堡往外蓋 可以蓋這個位置 這個高地稍微鎖一下正面的門面 可以空下他的附近 應該是他的附近喔 就四個 他的附近在上下 這兩邊有點尷尬 這個圖真是偏懶的 保加利亞 那保加利亞打 不然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方式 就是出這個馬功 其實保加利亞打馬功路線也是蠻強的 而且也有大重車 雖然沒有三級遠方 但是其實打起來 跟一把馬功果沒什麼兩樣 而且再搭配自己的保加利亞騎兵 這個達洛馬 馬登科技 洛馬配馬功 其實也是蠻強悍的 好 保安這邊補下了練鎧匠 那如果對方 保安看到對方出這個馬功的話 其實戰毛兵也是按一按喔 也是蠻輕鬆的 畢竟也有三功 這個毛兵也是能稍微反制回去的 戰體而言 保安能反擊的 東西其實是很多的 岩步兵也能打 三級板甲也有 鑄鐵技術三級功也有 好 那保加利亞如果出這個保加利亞騎兵的話 就會考慮喔 差一點這個戰錘兵 在這個長槍兵裡面 長槍兵可以先把保加利亞騎兵給戳下 好 那下馬反的保加利亞騎兵 就可以用這個戰錘兵喔 敲爆他的頭 是不錯的 好這邊果然點下貴族特權 但這個時候點下這張鐵的心 一定要跟對方打城堡斯大了嗎 因為我最近看到的波蘭 都是比較偏向於先上點帝王斯大 再去點這個貴族特權 或比較保險一點 把這邊長兵直接戳掉這些麻 麻直接倒兩隻 好加利亞這邊防禦喔 其實還是做得不錯的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這邊直接招長槍兵 好直接被.. 招死 好保加利亞騎兵可能沒了 直接被招掉 那保加利亞騎兵非常難產 就是解不乾淨 哇一直被招 哇一直招一直爽 就是這樣子嗎 喔這裡可以留心槌 靠爆這個老頭頭 頭破血流 躺到地上 OK 好加利亞人這邊點下了二房 開始把這個工房點滿 但這時候波蘭已經開始爆騎士了 騎士開始產出 但騎士只要60肉30黃金 小多大嗎 這裡再補一個城堡 還有大中原 黃金量有點過多了波蘭 因為波蘭點下貴族特權之後 其實黃金需要真的太少了 才需要這麼多黃金 這邊可以稍微存一下錢 或是直接拿去買賣也可以 但現在這邊買賣不太好 因為你現在買賣上地龍四代的話 可能會缺錢 所以現在最好方式就是 把挖技能變少一點了 然後去轉出更多大中原 補下更多的肉量 是最好的選擇 右邊這邊 來一波騎兵 然後拿一些槍兵來防守 哇哇哇哇打得很激烈很激烈 到處亂換 騎兵硬要打 好長槍兵解決掉了 好這邊這邊招一下 連長槍兵都要招 四個狠人 好這兩個老頭 然後退一下 哇海燒找到了 兩個直接叛變 哇這個騎士一出來 沒有直接突然招一下 這個手術有點太忙了 好看一下這邊多線喔 這樣騎士到處跑 但是都有被保加利亞的四野王給抓到 所以並沒有打出太多經濟差 兩邊村民都差不多 109吋對方117吋 不過藍人還是有點優勢的 好戰錘兵直接開敲 好戰錘兵很坦喔 看 後面村民在補 然後他對面敲 敲得多開心啊 這隻老頭應該爆了 流星錘敲破頭 OK直接找走一隻 就是保加利亞騎兵 哇這兩隻戰錘兵直接無雙 三隻 好波蘭這時候集結大軍 在保加利亞的陵地 直接無情開砍 到處都有波蘭的騎士 貴族特選開始派上用場了 那保加利亞這邊沒辦法直接送到城堡 直接補下了二級絕金 看來要鐵人心跟波蘭打騎士喔 開始保加利亞騎兵也可以 兩個都是不錯的選擇 但我覺得這邊趕快點一下馬凳技術 增加一下騎兵的攻擊速度 對保加利亞人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十五隻騎士 直接堆積在左邊的位置 看來這邊是想要深入打牧區 但保加利亞這邊防守其實做的蠻好 到處都有城堡跟銀壘 防守效果其實也沒有很遜色 你看後面牧區也是 這裡再補一個城堡的鎖組金 如果這邊中間在這邊再插一根銀壘 就完美了 真是完美 全部陣地上防到防守 然後再補一下二級射彈道學 他的防守就沒有什麼瑕疵了 好這邊突然看到城堡 趕快開到城堡 但突然還是依舊蓋好了 這棟城堡 那這棟城堡 給波蘭的壓力就很大 因為他就不能再繼續走外側 深入到裡面去了 好這棵箭塔 中午要用沖沖解掉了 波蘭這邊再重新集結 從正門來 但是寶加利亞這邊城堡也看到了 突然這邊終點下了帝龍的實彈 寶加利亞這邊也準備更要點 但是大概差距快要一分鐘 散阻又有時間了 其實蠻長的 好這邊收村 哇 射到頭破血了 到處都是箭石 但是還好 波蘭的騎士很便宜 要就送了吧 好當然想要走到後面 走到後面想要砍木區的村民 但這裡又有一個箭 城堡 這裡又被堵口 哇 你看這個寶加利亞防守 其實做得很棒 這就是我說的 他其實打得並不賴 好 但這邊決定要直接破門而入 哇 還是進來了 欸靠 這樣也行 又擋住了 哇這個男人真是太狠了 騎士直接無情爆砍 但是這邊有洞 流了進去 左邊這邊 騎士又再繼續打雙線 右邊想要蓋城堡 但是被抓包 忽然的城堡直接被寶加利亞騎兵 開始被靠 但是家裡有更多騎士 已經在亂串農田了 更多就要寶加利亞騎兵 跟長王兵過來做防守 但到處都是銀壘跟城堡 好麻煩 只有中間這裡沒有 這裡只有我做TC 好 寶加利亞這裡補下了馬凳 終於把馬凳給補下 待會就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好下馬版的寶加利亞騎兵 直接擊破了 重裝騎兵了 躍躲 OK 有馬凳之後寶加利亞騎兵 應該就不會太遜色 但是破了這邊 已經剩好重裝騎士 三級攻都補下 而且 這一棟城堡也可能要被收掉 衝車還有一台 都沒有在動 好 但是這邊集結非常多寶加利亞騎兵 要來跟重裝騎兵 決一死戰了 這邊先升精銳 OK 很標準 還會要先升三防 我們說 那這邊先升三攻好嗎 先升三攻其實也可以喔 因為你數量也夠多 但是升三防的好處是 待會就去騷擾 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他怎麼取消了 哇城堡爆啦 哎呀 因為城堡爆的關係 所以被取消掉了 他從前面的城堡研發了 哇 這個細節他沒有處理好 導致他精銳 慢了一點 精銳保養 華加利亞騎兵直接被中斷 突然的怪毒特徑騎士 繼續噴 這邊點一下了 戰錘兵的升級 升級成精銳戰錘兵 攻擊力10加4 非常的痛 而且還可以破反 後來是造假拼 黃金25塊吧 印象中 自由啦 好不然人現在黃金需求量 是非常低的 戰錘兵這邊沒有在空的關係 一直有點在送 但下方有更多城堡 還有巨星頭司機 開始慢慢從右邊淹了過來 現在單年打一個雙線 好這邊直接開戰 保加利亞騎兵跟中斷騎士突然打起來 看這邊馬盾技術的關係 攻速非常快速 保加利亞直接打出了優勢來 果然是先升攻擊 他可能意識到 可能現在打不贏正命 要先升攻擊 要不是先升防禦了 這邊槍兵 保加利亞騎兵過來 等一下等一下 唉呀這裡 完蛋了 後裏沒有兵 這邊破爛人 轉出了自己的破爛衣騎兵 要來轉出大洛馬 他還是要來打這個践踏洛馬 配重裝騎士跟戰錘兵的組合 這個組合非常難纏 破散傷害 加上戰錘兵破防 然後重裝騎士當個組輸出 很猛 這時候補下三級防彈 保加利亞這邊打出了GG 哇很可惜 還沒看到大洛馬的践踏效果出來 就直接打GG了 有可能是因為 右邊這個地區 TC大部分 都被破爛的戰錘兵 喬爛 而且還有城堡 駿頭司機 右側很快就守不住了 左邊的話雖然還有黃金可以挖 但也是在一塊塊 這塊黃金挖完應該也就沒命了 這塊金也是他的附金 外面的野金現在是被丹尼爾控住的關係 所以黃金量到最後一定是會輸給波蘭的 所以保加利亞這邊是打錯了GG 不然他前面其實打得還不錯 中間這邊防守戰 這邊戰也是打得很好 但我覺得 控圖還是蠻重要的 那我覺得波蘭丹尼爾這邊是做的還是比較好一點的 這控圖都控我蠻早的 而且他控圖也沒有很貪心 把這個城堡蓋中間這個位置 然後一次想要控兩個 都是蓋高地城堡 讓對方比較不容易 去擠垮這個城堡 那我升這個城堡的血量 所以我覺得 丹尼爾這邊 細節做的還是很足夠的 保加利亞雖然這邊也不差 但就是唯一輸在了這個 控圖的方面 不然我覺得他有可能是可以打贏丹尼爾的 不然的 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經濟吧 這邊是經濟全勝 木頭、食物、黃金全部都贏 那最特別的還是食物 贏了快要八千肉 再多個兩千多 就可以直接變成贏一萬肉了 那還有三勝五 後面的經濟配置也是配得還不錯 手推色也補下 或者很早 輪軸的技術也是 這個輪根制度 好 輪軸也在前面就很點了 21分 丹尼爾是23分 兩邊的經濟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但我們剛剛有說 這沒有辦法 保加利亞本來就是 很容易農不贏對手的一個文明 學會數很正常 你看這邊 這個黃色 保加利亞是38分就研發輪軸 但是到了後面 所以是丹尼爾還是贏所有的經濟 這招忽然這個經濟到底有多誇張 弱量非常的噁心之外 其他的資源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而且他挖石滑也可以產生黃金 這才是讓他補到經濟很好的地方的一個細節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